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揉雪过后的春夏 日本国境之北 落荫缤纷 鸟语花香 孩童们郊游踏青 微风徐徐 吹落花瓣 落红不适无情雾 化作春泥滋养大地 樱花树下长辈们大胆烤肉海鲜 享受着宜人景致 全日本最晚开花的樱花季就在北海道 到五月底还可以沉浸在一片的粉红世界幸福感中 在松前公园栽种了约250种8000株的樱花树 这里是日本最北边的陈夏丁 也就是古代以樊主居住的城堡为中心 发展出来的城市 松前樊主的城堡福山城 在夜雨中倒映护城河上 静谧气氛中欣赏夜音别有一番风味 松前樊无夫重现江湖时代的场景 逆征的防射和街道 让人仿佛走进时光隧道 再换上一袭重达五公斤以上的盔甲 准备上战场吧 嗨 嗨 穿上这套服饰我就变成了 日本江湖时代的女武士 负责保护樊主的安全 相当于中国古代皇帝的御前带刀四位 从东京要来北海道体验特别的旅程 以往可以搭乘飞机 但现在有了新的交通方式 新干线开业超过半世纪 终于从九州本州到北海道 串联了日本三大岛 从东京到韩馆无缝接轨 只要约四个小时 绿的发亮的车体 代表着将要行驶到寓意盎然的北海道 车身上半部的长青绿 和下半部的白云色 中间隔着薰衣草籽 充分展现北海道的特色 搭火车虽然没有空运来得快 但沿途明媚风光 近在眼前 别有铁道乐趣 而为了庆祝新干线开通到北海道 车站还可以买到北海道新干线 H5列车的造型便当 里头有虾有鱼 有炸物 食材丰富 一个要价1300元日币 将近400块台币 为了满足旅人的味蕾 日本各地都把特色食材 放进便当里 驿站里的店铺便当 种类就有上百种 每一款都有诱人的口味 吃饭前总要来个天然交战 才能带着期待的心情 踏上旅途 我们现在搭乘的新干线 是从本州岛的青森 前往北海道的寒馆 其中会经过这段 欧妈妈的海底隧道 全长有53.85公里 号车是全球第一 十多分钟 时速约250公里的奔驰 我们在地底140公尺深处 穿越历史的瞬间 然后过南开朗 日本政府为了开通新干线到北海道 从规划到完工 花了43年的时间 今天费用高达5500亿日币 但为什么一定要让北海道也有新干线呢 过去本周到北海道只能靠海运或空运 但是海向不稳曾经发生船难 搭乘飞机在冬天也常因为积雪沉灾 导致起降延迟的问题 因此2016年新干线开通到新韩馆北斗站 预计2031年初新干线还将延伸到闸晃 崭新的车厢内有日本人的贴心 座位旁就有充电插座 满足3C使用者随时可以充电的需求 而以背上的可动式头枕 可以配合旅客身形高低 调整舒适度 日本政府评估这一条北海道新干线 将可以带来每年40亿的经济效益 为了一场40亿的观光材 北海道观光部门拼了命发展旅游特色 搭上了来去乡下注意晚的节目热潮 许多农场开始用静谧的田园风光来吸引游客 在长找丁的农场不但可以体验采收农作物 也可以动手做御饭团 虽然在乡下只有住一晚 但是清静田野 贴近大自然 让人远离都市沉潇 洗涤心灵 也深刻地感受到日本的浓浓人情味 色彩缤纷的郁金香迎风摇曳 毛茸茸的绵羊慵懒地躺在地上偷闲 微风徐徐 马儿低头吃草 山软森林层层叠叠 小木屋点缀农村景致 日本的乡下美得不像画 美得却像画 跟着柳园会长家的牛只脚步来去体验田园生活吧 因为我们的到访柳园一家人忙碌起来 原木上长出来的是柳园会长自己放菌培养的松茸 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长得跟手掌差不多大 女主人柳园光会带我们进到温室里 见识到地上冒出来的芦笋 居然是梦幻般的暗紫色 紫色芦笋在台湾相当的少见 来到日本的农场还可以体验如何采收 除了有现摘紫色芦笋夹菜 回到室内 蒸煮好的米饭已经瓢出香气 撒点盐巴 拌匀 准备自己动手做御饭团 白玉团米饭从圆形揉捏成三角形 前后覆盖上海苔 原来要做一个原味的揉捷这么简单 分工合作一下子做完了御饭团 等待夕阳余晖染红大地 日落而息的农家准备好好 犒赏自己的五藏庙 DIY的雅笋摆上烤盘 现采现吃的芦笋是烤盘上的佳肴 还有松茸野菇也是超级美味 满桌的海鲜食蔬和烤肉 柳原太太害怕客人饿着了 在一旁准备荞麦面 让我们尝尝道地的日本味 这一碗大块朵頤吃饱喝足 深刻感受到农家准备了 贴心温暖的热情 带着暖暖的幸福感受入眠 睡得特别香甜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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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永远太太煎荷包蛋 我则是被这个鲜绿的生菜吸引了 一大早民宿的主人就帮我们准备了 这么大颗的青菜 而且这是刚刚从田里面 采摘下来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 活力全员 清洗好的生菜 放在盘子上铺排好 当作衬底 放点鸡蛋 切好明太子 油亮的鲑鱼饭出香气 让我们的肚子越来越饿了 好吗 永远太太的魔幻厨房当中 这一碗可是日本料理中 不可少的灵魂汤头 味噌汤 我们用的大豆做的味噌 是手制的味噌 芦笋拌炒肉片搭配着火腿 和荷包蛋 好料端上桌 终于要开饭了 吃饭了 和客人一起享用早餐 柳云太太把家中道地的食材 全拿出来招待远道而来的我们 为了准备这一顿丰盛的早餐 还得特地早起 柳云先生告诉我们自己经营农场好一段时间了 过去农作物采收后就送到市场去卖 直到到了欧洲参访农场回来之后 才有了做民宿的想法 透过面对面的交流 柳云先生对自己的农产品越来越有信心 最重要的是现代家庭 很少有一家人可以一起坐下来 吃一顿早餐的时间 难得到乡下住一晚 这一顿早餐不仅对我们 对柳云会长来说都格外有意义 而且农场每年也接待许多学生 柳云会长说 让年轻朋友来这里住一晚 了解农场内有生命的动植物 怎么把他们的生命变成人类的营养 进而懂得感恩 短短的一搏二十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多 但还是让我们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柳云会长的家 蛋白打到松软绵密 和面粉 鸡蛋 糖 油充分融合 现做现卖的甜点 是众野农员的人气商品 农场相传五代栽种着口感极佳的苹果 第五代用巧思把苹果铺陈在各式各样的甜点上 赋予乡村洋食新生命 来到长爪丁的另外一个观光农场 都市人真的很难踏入牛舍拍拍照呢 北海道的鲜奶非常的有名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之下 还可以跟乳牛来一场近距离的接触 轻轻按压就好像打开水龙头一样 奶量丰沛流泻而出 北海道的牛乳产量高居日本第一 当然有原因 北海道的牛乳是最好吃的 首先是我们人们 是日本最大的民营农场 2016年欢度125岁 我现在骑的这个马呢 看起来非常的高大 而且头好壮壮 因为他们的祖先呢 在二次大战之前是军马 而在战后呢 现在已经是观光用途了 日本的观光农场各有特色 亲近田园 贴近大自然 来去乡下住一晚 体验日本的农家生活 还有浓浓的人情味 喜敌心灵之旅 你启动农村模式了吗 日本的北海道 因为牛乳的品质好 从江湖时代就发展出了 各式各样的果子饼干 拥有甜点王国的封号 很多游客访日必败的 Omiyage都是来自北海道 而北海道的另外一项特色 是海鲜特别的清甜爽口 像是道东的雾都川露 因为是最早把海鲜放上烤盘 而发展出了独特的炉端烧料理 另外在和尚市场 游客可以体验DIY 拼凑出一碗独家的海鲜丼饭 圣手丼 这些都是由北海道必尝美食 更有许多餐厅推出北海道的三大蟹 包括了毛蟹 长腿蟹 还有帝王县吃到饱的用餐方式 让您由北海道大饱口服 吃什么让日本上班族 酒足饭饱 开心欢呼 答案就在这里 新鲜海汁味送入口中 店家标榜不加任何调味 原汁原味最是美味 来到北海道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可以吃海鲜 而这家餐厅主打的就是 一次可以吃到三大名蟹 包括了毛蟹 长腿蟹 还有帝王蟹 二十二年的杂黄老店 独创的方形大蒸笼里 三大蟹无限供应 要价大约2000台币 不怕你吃太饱 怕你吃不饱 那一种螃蟹味道最好 你得亲自来北海道尝尝 而这颜色更炫红 蟹膏更多 体型更大的花开蟹 因为煮熟之后 就像红花一样盛开而闻名 咀嚼起来格外有嚼劲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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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吃 好吃 졈 臺灣的金融卡 就可以在這邊付費 不但免手續費 而且還可以享有 現金的折扣回饋 臺灣人哈日哈到破表 日本北海道銀行 和臺灣的15家行庫合作 推出聰明付費方式 讓您省荷包 來到道東悟都川路 因為鄰近海港 漁獲新鮮肥美 下班之後的日本人 來到居酒屋小桌休憩 竹賓為禮後 師父正忙著把好料端上桌 烤盤上的牡蠣 鳳螺 烤肉 一葉乾 在炭火煙燻之下 增添特殊風味 光是看這表情 就知道烤物 真的是好吃到讓人飛上天了 還要去嗎 墨字形的座位圍著炭烤爐 廚師直接把烤好的海鮮 秒送給客人 就叫做爐端燒 傳說川路就是爐端燒的發源地 川路的和尚市場同樣也因為海鮮出名 而發展出獨特的順手動吃法 魚市場就像一個大的Buffet餐廳 想吃什麼自己點 海膽 鮭魚卵通通都有 DIY拼湊出一碗獨家的海鮮丼飯 不過既然是凍飯就要先從買飯開始 1g 1g 100g 100g 150g 150g 這樣就變成了 白飯一公克 一塊日幣 趁經論兩 資助比較 買完了白飯之後 就可以到店家這邊來 挑選你想要吃的魚貨 上市這邊很便宜 日幣50塊起跳 不過千萬要精打細算 因為上市這一碗600多塊 已經超過了我的預算 完全沒有腥味的海鮮 吃起來清甜爽口 我最喜歡吃魚類 為什麼 它的魚不要來得新鮮 可是很好吃 覺得很划算嗎 算啊 還是算 還便宜啊 另外在札幌的二條市場 也是觀光景點之一 因為日本的海鮮 不但可以在地享用 還可以輸出國外 拿著這個食物提來提去 一方面它可以直接 到機場那邊就可以 拿我們的食物 方便台灣遊客 把北海道的海鮮直送回家 現場就可以包裝宅配 客人從來到商店 寫那個助文書到台灣收到貨之後 大約需要四到五天時間 而如果真的要見識瓦跳跳的魚貨 北海道的釣客 正在船路船邊靜靜守候 早安 還好嗎 佔地超過兩萬公頃 日本政府把濕地公園 指定為鳥獸保護區 窮民鳥叫潺潺流水 對 這裡就是日本最大的濕地公園 沿著這個八公里長的泛舟行程 我們可以飽覽 穿路穿不同的河岸風情 順水而流 時而瀟澀極靜 時而綠意盎然 豐富多變的景觀 讓人期待著很大自然生物的美麗相遇 小路隱身臨間覓食 或者在地上悠閒小氣 超級療癒的泛舟行程 讓人忘卻都市盛銷 超級療癒的泛舟行程 有名的 所以想看得到泛舟行程 但現在是繁殖期 所以育養了 所以在地上 有名的 時節不對 無緣見到 穿入獅源之神丹鼎賀 只能到丹鼎自然公園內 來看看他們 丹鼎賀曾經因為濫捕 只剩下十多隻 經過日本政府刻意保護 富裕上千隻 成為北海道的盜鳥 丹鼎賀終身信守 一夫一妻制 比間諜還情深 能看到他們恩愛相陪 只獻丹鼎賀不獻仙 日本的國土總長 3800公里 將近台灣的十倍之多 新幹線貫穿了 日本的南北 等於是建造了 十條台灣高鐵的難度 隨著鐵道的推進 鐵道迷更能感受 北海道甜點美食 和田園花海的無窮魅力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黃慧婷 我們再會 中文字幕作為 中文字幕作為